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財戰略 今天大盤在美國股市 下跌的情況之下 台股是開低的 但是震盪走高 中場是小漲17點 昨天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因為昨天這個大盤還是往下跌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行情你要把格局放大来看 你格局放大 结局呢 才会大 你想要赚大钱 你格局一定要放大胸怀 心胸去看这个行情 我们看今天这个行情是开低 然后尾盘拉上去 尾盘拉上去 那你来看 它这个拉回都是小拉回而已 拉回的时候量输了 拉回量输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如果说你还看不清楚 这个大盘这个拉回 它其实是一个震荡拉回的 基本上一个买点 如果你还看不出来的时候 我昨天有特别把一些 所谓的AI族群的一些概念股 跟大家讲说 其实昨天大盘在跌 它们都没什么跌了 那今天更有些个股 更直接就往上创新高 像这个伪创 今天就创新高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我紧抓着 AI这个族群不放 你会发现到 如果这一波这个行情 你虽然看对了 行情 你趋势看对了 你也做多了 但是你不是做多AI族群的话 这一波这个行情 你还是赚不到 那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张图我已经拿很多次了 但是我一直拿出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 现在是属于这一波主生段 有机上涨 所以有机上涨 为什么我这一次一直推AI族群 然后AI族群今天果然 还是持续地轮动轮涨上去 真正会大涨的就在这里面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财富的推背图 真正会大涨的就在这个里面 这里面就是你赚钱的密码在这里面 未来会找到什么股票 我都跟你讲了 所以待会我们一档一档 各位来做个印证 那印证的过程里面 其实重点是要 希望你能够掌握到这一波行情 希望你能够赚到大钱 那这一波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AI这个族群呢 它是有机上涨的主流 所谓有机上涨 就是有基本面的上涨 在主身段里面 非常重视是个股的基本面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晶圆代工也好 不管是被动元件也好 不管是矽晶圆也好 他们都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年可能 有些可能要第三季 它的库存消化完毕 有些甚至要到第四季 它的库存才会消化完毕 所以很多电子的零组件呢 他们的库存 其实都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很明显的 出现消化全部完毕的现象 只有AI族群 它具有成长上涨的动能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这一波 你一定要把握到 AI族群这一波 它的主身段 那你来看 我们看这篇报道 以这个伺服器的行业来讲 全球一年伺服器的市场 大概在1400万台 然后这里面用到 辉达NVIDIA的这个AI晶片 这个伺服器呢 去年不到10万台 所以也就是不占 也就只占1%不到的 一个市场而已 所以这个市场呢 今年至少会成长50%到100% 即使成长50%到100% 还是量少 所以你知道答案了吗 很多人说这个AI现在炒得很火热 那AI呢就是一个所谓的热钱进驻 乱炒一通没有基本面的 我跟大家讲 AI是有机上涨 AI是有基本面而上涨 所以它涨势才会这么凶猛 所以它涨势才会这么久 到现在都还没涨完 因为你来看 今年如果成长50%到100% 那它不到1%的市场 也就大概2% 对不对 2%到3%而已嘛 还是量少 那最重要是什么东西 最重要是它虽然只占1%的成交的量 但是产值就超过99% 相关受惠的 包括像电源公寓散热板材 包括像是机壳 这系统组装机壳 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讲的 伺服器的导鬼 川虎今天在工掌地 那你来看 你来看这篇 第二个重点是 挥达超高单价之外 它也享有超高的毛利 台积电在这个技术论坛里面讲什么 它说我们卖它一颗 我们卖它一颗 卖NVIDIA一颗 600块钱美元的晶片 但是它卖我们一台20万的系统 三个字赚翻了 600块钱美元的晶片 卖给NVIDIA NVIDIA把它组装完以后 弄成一套AI系统 卖20万美元 这中间差了多少 33倍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是赚翻的 这就是为什么 AMD也要进来做这个AI晶片 因为它看到NVIDIA赚这么多 那问题是NVIDIA现在的技术 全世界还是第一名 你其他超伪你要进来做AI晶片 你的技术还是输它 就像台积电跟三星一样 台积电它现在还是世界第一的 它晶圆代工还是世界第一的 三星要追赶它还是追不到 那NVIDIA就像晶圆代工台积电第一名 你超伪你要追它也追不上 那你看现在AI的伺服器 其实它现在的这个市占率只有1%而已 如果说今年成长100% 那市占率只有2% 所以你看这个后面 它有多大的成长空间 所以我才在节目上 曾经跟你跟大家讲过 我说它的市占率 它的渗透率 会成倍数的成长 那它赚不赚钱 它赚不赚钱 我的朋友赚翻了 600块钱的晶片卖给它 它卖20万美元的系统 AI系统给你 赚翻了 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AI这个族群里面 这个就是赚钱的什么 你不要去 你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其他的股票上面 因为其他股票 不会像AI这么赚钱 你只要跟AI扯上关系的 都赚钱 那公司一赚钱 它股价就会开始往上表态 而且它的成长率怎么样 是以倍数来成长的 是以倍数来论 而且它是有机上涨 它是有基本面的上涨 它不是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的 它不是像元宇宙 元宇宙是没赚钱 拼命在那边推 结果你苹果你卖一个 卖一个N马头盔 卖了十万块卖不出去 所以元宇宙现在还算是 还没有赚钱 它算是一个概念 但是AI它是已经开始在赚钱 它已经开始在赚钱 而且赚得非常的多 是你无法所想象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说AI伺服器再往上涨 如果你觉得它涨高了 你不敢买 那你可以买AI散热 你看我在节目上跟你讲 散热买什么 骑鸿嘛 对不对 6月6号跟你讲了嘛 因为我在5月19号 我在5月19号推荐两支股票 第一档个股是2376的计价 第二档个股是3231的伪创 这两档个股 我相信你在看我节目 已经看很久了 所以我就不重播论带了 我从5月19号开始推荐了 他们大涨一段上去后 我跟你讲 我就已经跟你讲过 我说他们如果大涨 他就开始会轮到什么 会轮到散热的 后面还轮到机壳 你来看一下散热的 在6月6号 这个地方从200块以前以下 涨到了252块 涨到50块上去了 对不对 好 涨50块上去以后 我跟你讲 要开始动机壳 这个都是很像讲得刚刚好 很像这里面都是 主一大股要在这里面 就讲好这个剧本了 这个剧本完全按照 我跟大家讲的在演 你看是不是机壳在走 银帮 昨天银帮攻涨顶板 今天6月21号 安泰克攻涨顶 伺服器的机壳 提到这样 各5就不能不提到 我们的股票了 我跟大家讲说 5465的富华 6月9号跟你讲 要开始布局 AI伺服器的机壳 因为伺服器我也做了 技嘉跟伪创涨上去了 一档个股涨100多块 一档个股涨了6成 那散热的我也跟你讲了 齐鸿涨了50块上去 现在机壳 我们要做机壳 我跟你讲 这一档个股 富华这档个股 明年将大幅度成长 6月9号跟你讲 6月9号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往上拉 它都没有拉涨顶板 这边都刚开始小涨小涨小涨 但是我告诉你 它是机壳的转机股 持续看好 已经创新高了 但是这档个股 虽然没有涨顶板 但是我告诉你 它后面还会再往上涨 因为我跟你讲过 这个AI后面会动到机壳 如果你这个没赚到 很可惜 如果这个还没赚到 那太可惜了 这个你一定要跟我来赚 5465的复华 看6月14号开始在动 我跟你讲还没涨完 6月19号开始攻涨顶 是不是布局成功 6月20号昨天小涨0.8 今天6月21号再攻涨顶 AI伺服器即可 是不是我跟你讲的 是不是完全按照我的剧本在动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波这个行情涨是涨很多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掌握到这波行情 因为你没有做AI族群 因为你没有做AI族群 你没有做到这波真正的主流 真正会大涨的AI 你没有做到 所以你会觉得大部分在涨 很像你没赚到什么钱 但是如果说你有跟上伺服器 你有跟上散热 你有跟上机壳 你是不是又大转了 对不对 好 机壳上去了 我跟大家讲什么 6月15号 我们来看一下 华虹之AI软体 机壳下一个我要做软体 下一个我要做软体 6月15号AI软体 6月18 当时我在节目上也是跟你讲 这个当时我在告诉你 赶快跟上脚步 因为我这个当时我是盖牌的 我是这样盖牌的 我告诉你这个快要创新高了 赶快跟上脚步 6月15号工长体 布局成功 6月16号再工长体 6月16号礼拜五 6月19号礼拜一 开高以后拉回来 小涨0.1毛 但是我告诉你持续看好 这个叫涨多震荡 持续看好 6月21号今天再工长体 做完这个再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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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转一路转 所以我是不是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讲 比较浪费上天赤云你的机会 跟上赚钱的脚步 讲得非常清楚 前两个礼拜我都跟你讲说 我要开始布局新标的 我会按照这种 AI族群轮涨轮市的模式里面 进场里面布局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股市推背图 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老师 可以像我讲这么清楚 这么清晰 AI族群会扩散涨势 会从这个伺服器 扩散到散热 到机壳 到软体幅度 到云端 到晶片设计 先进封装网络PCB 这些都会扩散出去 这个就是你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我说你格局你要放大 格局决定结局 你放大格局 你才会是大赢家 你看这一波我们怎么赚的 你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每一档个股 都事前跟你讲 大涨跟你讲 没有涨我也跟你讲 持续看好 拉回我还是告诉你可以进场做多 你看到后面开始攻涨停板 后面开始创新高 所以目前这个行情 就正如我在节目上告诉你的 放大格局人 这一波才是大赢家 这个行情 如果你问我说端午节变盘 到底会不会变盘往下 我跟大家讲 端午节没有什么变盘 持续看涨不变 这个行情 我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AI不死 涨势不止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股票 三根停板 两根停板 然后有些股票已经先涨五成 先涨六成了 我告诉你 这个行情 你如果没有放大格局去看 你后面可能会少赚五成到一倍的行情 还有一些个股 这个地方才要刚开始发动而已 后面的涨势 会涨到你无法想象的位置 你看我刚刚只跟你讲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不相信 我刚刚跟你讲说这个轮涨 我上个礼拜都跟你讲说这个轮涨 会轮动轮涨 我一档一档个股做给你看 每档个股讲完要后面是不是拉涨 你买给你看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不相信 偏偏要去买什么其他的股票 我说你买其他股票 不会比这个买AI还好赚 AI才是主流 所以后面这个行情我跟大家讲 我再讲一次 不要浪费上天赐予你的机会 跟上赚钱的脚步 这一次你利用端午这佳节 我们公司所推出的优惠 让你用最低的门槛 赶快进入市场里面来赚钱 全面六折 待会进完广告以后 我们再回到现场 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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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进场两根涨停板以后这边做拉回 拉回告诉你还会再涨 今天再攻涨停 下礼拜要创新高 继续再赚 我昨天有跟你讲这个川湖 他为什么会涨停 他昨天为什么会大涨 因为他做伺服器捣鬼的 做伺服器捣鬼的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这档个股 去年可以赚12块半 今年应该还会赚更多 所以我说这档个股 其实本益比并不高 你不要看他500多块钱 其实本益比不高 因为去年可以赚12块半 今年如果维持去年同期来讲的话 本益比才十几倍而已 12倍左右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第二月21号再攻涨停 涨了50块上去 就是因为跟伺服器捣鬼有关系 所以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之前跟你讲这个东西 你看了很久 投资朋友我知道你看很久 你看很久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标股就在这里面 标股就在这里面 你要赚钱也是在这里面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我不是在节目上做给你看了吗 我做什么股票都告诉你了 是不是先做伺服器 然后再做散热 再做机壳 再做软体服务 还有做晶片 对不对 还有做网路 网路什么股票 滑星光啊 对不对 从69块钱一路往上涨 一路往上涨 涨到多少 涨到92块 93块 那昨天震荡涨多拉回 我告诉你这个还没走完嘛 你看今天 再涨3块6啊 所以很多股票 你看它很像短线上涨了蛮多的 你以为它短线上涨拉回一下 你就以为走完了 你就以为这个行情结束了 股票已经涨多要下来了 就会发现下来你没有上车 它又上去了 所以我一而再再 上来跟你讲很多遍了 那问题是你也没有听进去呢 投资朋友 你到底是看短线 还是看整个中长期的趋势 如果你看短线的投资朋友 其实你不用来找我 短线也赚不到什么大钱 因为今天我要带你做的是什么 大赢家会做的事情 是放大格局来看 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都出生段 它的涨幅一定会超过出生段 所以这个涨幅还没有到 后面还要再持续往上涨 那包括像是什么 我们在做这个红数的时候 当时已经涨132%了 在400块钱以下 384 392 我告诉你这还未在大涨 我当时在讲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很多人说老师已经涨了一倍 超过一倍了 还在叫我们去买 对啊 没错啊 还是继续买啊 因为我格局已经跟你讲过 我放大格局在看这个行情 后面从400块钱以下 涨到600块 涨200块上去 那我跟你讲 这边再做整理 这个612这个高点 我先跟你讲 我先跟你预告 你可能不会相信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个高点会过去 这边整理整理完以后 洗洗盘以后 这个612它会冲过去 持续看好不变 除了AI族群以外 我们现在才开始 再注意到另外一个 我觉得跟台湾的这个国防 跟台湾的商业 都有关系的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就是什么 台湾需要120颗低轨卫星 那接下来是哪一家公司 已经先拿到通过这个审查 然后最有机会拿到这个执照的 那我认为这家公司 后面就具有很大的爆发力 那像这种个股 就是你要现在 市场上还没有人知道 你就要跟我先进场布局 所以我跟你讲 不要浪费上天赐予你的机会 跟上赚钱的脚步 利用这一次我们全面6折 到端午节这个机会 跟上 跟上来 跟上赚钱 一起赚钱 祝台湾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